大家好,我是毓文 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 对MyRadio不离不弃的朋友 没有你们的支持 MyRadio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 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 继续支持MyRadio MyRadio台湾直播室 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 除了毓文原有的节目 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 我们也在制作一些新的节目 不久之后将会退出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 新订户 但我们希望增加订户的数目 最好超过三十万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 你的朋友去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这是对MyRadio的支持 令到我们的声音无缘忽戒 第二就是付费支持 你可以通过交月费 或者加入Patreon做会员 你也可以支持MyRadio 天涯若秘论 MyRadio继续发声 为什么我常常在YouTube 错过了MyRadio的直播节目 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MyRadio的频道 当然了 订阅完MyRadio的YouTube频道之后 你还需要按下旁边的小钟 再选择全部 那MyRadio一有直播 或者有新的节目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的YouTube频道 的直播又或者是新节目 还有一个东西 千万不要忘记 这东西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 买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 转数快 或者Patreon交月费 这些节目也要讲一下俄乌战争 现在有些新的突破 也不是突破 也有新的进展 是不是 今天俄军就发了疯 就凶杂了 炸这个乌克兰西部 这个 西部的一个城市 死的都是平民 大哥一定的 是不是 最近也将攻击的重点 就放在东部 是不是 前几天 莫斯科号的沉没 引起了很多讨论 这个复役四十年 这个秦阳南 那莫斯科 有莫斯科的说法 这个就是因为意外起火 导致爆炸 乌克兰就说 他们的海王星 巡航导弹 就成功击中莫斯科号 无论哪种说法也好 就是这首 莫斯科号就玩完了 OK 那当然这个 整个俄罗斯 就是 今次那个 所谓入侵乌克兰 掀起这一场战争 这个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就是我们用常识来说 这个 专家就有很多分析 大家可以上网看到 不需要我来说 但是很明显 这一场战争就是四个字 抗日持久 是不是 抗日持久 对普京 或者对俄罗斯政权 一定不会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 所以现在他 接下来他发疯 不断攻 那战事一定是升级的 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是不是 是不是 没有面子 不是 所有的战争 都是由一些独裁者 有权力 就是要巩固权力的人 去发动的 的时候 喂 喂 对他来说 是很重要的 对他个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当这一场战事 对他个人很重要的时候 对这个领袖很重要的时候 对他领导人很重要的时候 他的位预 得失很重要的时候 那就是一定会发疯的 是不是 当年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拉不是也是这样 是不是 希特拉到最后 喂 最辉煌的时代 整个欧洲都被他搞定了 到最后都要自杀收场 耶稣受难和复制 我本来要写一篇文 讲这个所谓的生死 就是虽死犹生 我想起 39岁被纳粹杀了的潘霍华 这个真是 这个真是 如果讲基督教 就是 的信徒来说 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基督教信徒 那如果你告诉我 你不懂得 潘霍华的 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基督教信徒 一定不是一个耶稣的信徒 是不是 那我就写 想写 潘霍华 潘霍华和希特拉的死亡的时间相较很近 有集中营被人拉出来杀 是不是 接着没有几天 这个希特拉 挂得 所以 迟多几天 那潘霍华就 获得自由 是不是 我是想讲一个 就是 死生问题 就是 受难复活 接着就讲潘霍华 的 希特拉 很厉害 是不是 到最后 自杀收场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 好像普京这些 好像习近平这些 这些独裁者 是不是 当他把权力 摆在第一位的时候 他发动这些战争 是为了一个权力的 拱固他的权力 和他个人的 和他个人的历史 就是 他也说 有个历史使命 就是好像这个人 他要把俄罗斯 就是 变回当年的苏联 是不是 俄罗斯这个民族 是最厉害的 是不是 你现在周边这些国家 全部都是 普天之下 莫非 黄土 是不是 管理就是这样的 今时今日 乌克兰可以去勾结这个外部势力 是不是 你要入北约 是不是 你要听美国佬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到有很多评论分析 是不是 无论在西方社会也好 是不是 在中国也好 甚至在台湾也好 海峽两岸 包括香港那些 就是陈文雄之流 这些 所谓被买共产党屎乎的 这些人 一套 一套思路 全部都是 是 你有什么身之卓健 你告诉我 总之 在这个俄乌战争 你反美 就这么说 人家俄乌在打仗 你反什么美 你亲什么美 我真的拗了头 是不是 台湾的蔡英文 永远就是亲美 是吧 美国对了 国民党就是美国错了 真的 为什么 你们这些人 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见 你为什么不可以 从一个人道 你反战的角度去看 你为什么不去联系 这个乌克兰的人民 去看这一场战争 是不是 你一想到 反美 一日就是亲美 是不是 所以说到反美和亲美 你到最后 看看这场战争里面 美国是没有卷入的 是不是 他没有派兵卷入 他卷入很深 大哥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场战争 爆发一段时间之后 美国在国会里面 重启 美国政府重启 这个租借法案 是不是 通过这个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的 现在就变成了一条 叫做2022年 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方案 是不是 这个就是 原本那条法例 叫做 Landless Act of 这个不是 这个没有 2022年最初那条法例 就是这样的 就是租借法案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不是 这次就是为了 这个俄乌战争 是不是 在国会里面 就通过这一行法案 允许美国总统 可以在俄罗斯 就是这个 侵略乌兰的 乌克兰的情况下 就可以向乌克兰 提供 和运送武器 和其他物资 所以这场战争 其中一个抗日持久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当然 就是 如果你站在反俄的立场 或者站在乌克兰的立场 或者我们这些反战的人的立场 那你美国这种卷入 是不是 那当然 有利也有弊 是不是 利呢 就是顶住俄罗斯 你弊 就死多些人 战争会长些 抗日持久 是不是 那现在你莫斯科号都沉没了 在黑海 那你说他不升级 是不是 那他升级的话 那是不是 喂 受害的就是乌克兰的人民 你告诉我 就是我们 不是说说悲天问人 而是真是战争 是很残酷的 还有战争呢 你发动战争的人 就是这些独裁者 是不是 你甚至美国也是 你美国因为你过去 就是 对这个阿拉伯国家也好 發动这个波斯湾战争也好 是不是 或者以这个 就是 对付 拉登为名 在阿富汗的 这个 就是 令到阿富汗 就是 当然 到头来 阿富汗也是被塔利班拿回 是不是 那你都帮不到阿富汗的人民 是不是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你看回头 那你就不能否认 美国始终是最强的 它可用的资源空间 它比你多 是不是 你现在 俄罗斯在发动这场战争 你现在绑着自己 是不是 就是我们 看不到 你跟着下来 你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 你搞定了乌克兰 可以 你搞不定 现在就是 搞不定的原因就是 美国和西方国家 已经卷入很深了 是不是 喂 我不派兵 我给你武器 是不是 我给你钱 我给你物资 你等于参战 是不是 那你普京都说得出口 你所有这些秘密 都知道他在美武器 就等于参战 那是不是对他宣战 他说 反过来 你对我宣战 就是说欧洲这个国家 美国和欧洲 你跟我宣战 那别人跟你宣战 就打着他 是不是 那你学这个希特拉 可以不可以 你又没有这个能力 那现在最惨就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形势 我就是这样看的 我就是 我是从那个权力 是不是 还有现在这个 中国人那句话 我经常说 在战争上 或者权力的角力 政治角力 国际政治角力 就是这八个字 世傾則绝 利窮則散 找人翻译和文 给他听才行 再分析什么 世傾則绝 利窮則散 你美国这几十年 由冷战时代 到现在 你看当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没有卷入欧战 他没有卷入的 是不是 后来就卷入了 是不是 真正全面卷入的就是 你偷襲珍珠港 是不是 跟着一个中途中 撕围那场战役 你就已经搞定了日本了 是不是 以及改变了整个 就是欧战 是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提早结束 你现在这次 你俄罗斯一点甜头都拿不到 你经济已经开始慢慢 就是 就是不要说崩溃了 就算还没崩溃 现在你只是医回了曬药费 是不是 那你想怎样 当然现在很多西方的评论 你想去《纽约时报》也好 《BBC》也好 有些人也好 你不要当他真的不行啊 你一定要当他很英明才行 如果你当他走错棋 他不应该入侵乌克兰 然后绑置自己 泥足深陷 是不是 搞到战争抗日持久 就是 进退两难 如果这样看 你是错的 是不是 这样看 你就低估了他 跟着自己就很危险 意思是 你要提高警觉 他不是真的走错棋 可能还有后着的 有些这样的言论 这些言论 其实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 在第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 可能他真的不行 是吧 你相信这件事 是吧 但是如果你相信他不行的话 你自己会松懈 是吧 但是你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令到西方 国家 他更加提高警觉 卷入更深 是吧 所以这个真的 答案不知道 是吧 现在如果战争真的抗日持久的话 那是不是死多些人呢 是吧 是吧 你 烏克兰 喂 什么时候真的可以 重返和平 真的不知道 大佬 但是现在就选兵折将 又死了这么多人 是吧 是吧 那怎么办呢 这个人就做了英雄了 是吧 那普京呢 是吧 是吧 那怎么收场呢 是吧 所以始终就是 都是美国赢的 你现在有些 你无论你 基于什么立场也好 是吧 反美也好 也好 你认为 拜登 真的是垃圾 是吧 或者美国不行的 美国很弱的 民主 民主已经是衰败的 民主国家 现在轮到这些强人政治 是吧 有版给你看 一个俄罗斯 一个普京 一个中国的习近平 是吧 是吧 他两个烧王子 结拜兄弟就对了 全世界他可以红霸 你看看 可以不可以 是吧 现在就看到了 大哥 最强的都是美国 我讨论 真的是 是吧 我不是亲美 我只是指出客观事实 是吧 我也不太喜欢美国 是吧 是吧 这个客观事实 始终是最强 他搓完 按扁都可以 是吧 好像租借法案 二次世界大战 用的 是吧 你现在可以拿出来 做一条乌克兰的租借法案 是吧 喂 我依法有据 大哥 是吧 那你说我什么 这个是1941年的 刚才我跟你说 找回这个 是吧 The Landless Act of 1941 是吧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现在就 喂 可以拿出来用的时候 就是代表什么呢 你看回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没有美国的卷入 是不是我这么早就结束 是吧 中途倒战役 是吧 打掌 搞到你三本 就是 你这个三本 大战要 真的是自杀 收场 是吧 自杀还是被人堆倒呢 真的 忘记了了 是吧 那然后 那然后 好了 弄两个原子弹 下去 长期说到 那就搞定了 是吧 它也是捲入的 是吧 如果你比对上一次 那是不是捲入 这一条法案 是一次世界大战 1941年的时候 是吧 那现在是2022年的Landless Act 是吧 就是针对乌克兰战事 买什么武器给你都可以的 所以乌克兰说 那些海黄导 巡航导弹 炸沉了他们 那些船 休息一会 了